歡迎收看本日焦點新聞 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出售總值4億2800萬美元軍機零件協議 五國大樓在聲明中表示 這批零件將支援台灣的F-16戰機、防禦型戰機 以及所有原產自美國的飛機、相關系統和副系統 由此今次軍售有助維護機隊 增強應對目前和未來威脅的能力 同時提供對地區安全十分重要的防禦和運輸能力 在北京國防部上個月重申 中方堅決反對美台軍事聯繫 以及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 強調任何強化美台軍事聯繫的做法 都是干涉中國內政 違反美方承諾的錯誤行徑 任何通過武裝台灣 握制中國大陸的企圖 都是癡人說夢 希望美方黑手一個中國的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路透社報導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參議員 縮減有關禁止使用中國晶片的法案內容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 和共和黨參議員科寧 在9月提出有關議案 要求美國政府部門和外判商 停止使用由中芯國際生產的半導體 以及由長江儲存和長陰儲存生產的晶片 不過美國商會等貿易團體批評議案 將導致美國企業成本上升 報導引述日期為本月一日的最新議案文本指 法案不限制外判商使用中國企業生產的晶片 而法例生效的寬限期 也由即時或兩年延長為五年 與其議案的最後文本 會在本個星期內敲定 俄羅斯兩個最重要的軍用機場近日遇襲 暴露俄軍的防禦出現了什麼問題 一起和巴斯迪布的評論員Anthony談談 Anthony你好 大家好 俄軍最重要的兩座戰略轟炸機基地 在12月5日突然傳出爆炸聲 烏克蘭使用蘇聯時期生產的噴氣式無人機 對俄空天軍位於梁讚州的階吉列玉軍用機場 和薩拉托夫州的恩格斯軍用機場發動了襲擊 造成俄軍人員的傷亡和兩架戰略轟炸機受損 其中階吉列玉機場距離莫斯科僅僅是160公里 烏軍此舉證明了它有能力獨立對俄軍中心的目標發動攻擊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 儘管西方向烏克蘭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 但是對於那些可能是用於打擊俄羅斯本土目標的武器 卻是嚴格限制的 在俄軍持續對烏克蘭全境基礎設施發動打擊的背景之下 由於西方拒絕提供遠程的打擊武器 烏克蘭只能夠自行尋找報復的手段 但是階吉列玉軍用機場距離莫斯科僅僅是160公里 證明了烏克蘭軍隊有能力在莫斯科附近打擊俄羅斯的目標 對於烏克蘭而言 這個在心理上的意義非常重大 烏克蘭無人機對俄軍中心機場的打擊 令到外界感到震驚 烏克蘭距離遇襲的階吉列玉基地超過500公里 距離恩格斯基地更是遠達750公里 他們都是遠遠超過了烏軍常規武器的打擊範圍 在烏軍無人機這次突擊中 俄軍的防禦存在了諸多的漏洞 暴露無遺 之前烏克蘭只有航程有限的自殺式無人機 或者近程的彈道導彈 因此只能在克里米亞或者在俄烏邊境附近的 俄軍基地發動襲擊 然而烏軍缺乏遠程打擊的手段 可能導致俄軍防禦的鬆懈 今年3月 一架圖141無人機 從烏克蘭邊境地區起飛 穿越多個北約的成員國領空 飛行了大約560公里後 墜位在克羅地亞 俄羅斯宣稱是烏克蘭的無人機失控 此後俄軍的防空系統也多次擊落 烏軍改裝的陶141無人機 6月 一架烏軍的陶143無人機 在俄羅斯西部被擊落 相比陶141 陶143的性能更加落後 航程只有200公里 綜合這些信息判斷 烏克蘭可能在嘗試 將這些不同的老式無人機 改裝為遠程的打擊武器 但俄羅斯對此視而不見 當時俄方的專家僅認為 烏克蘭發射這些無人機 是因為已經沒有機可用 他們升空之後 只能用來掩護其他更先進的 擦打一體無人機 或者用來純粹用來消耗俄軍的防空導彈 這種心態上的鬆懈 已經導致俄軍 在俄烏衝突裡面 多次蒙受慘重的損失 包括莫斯科號巡洋艦被擊沉 俄軍為了應對烏軍無人機的襲擊 已經抽調了大批先進的防空系統 增援前線 導致後方的防空網出現漏洞 圖141無人機這種老式噴氣無人機 並不利於長時間超低空的飛行 理論上 俄軍現代化的防空雷達 應該可以輕而易舉地 在遠距離就發現它的動向 這架無人機的飛行路線 顯然是經過精深的策劃 長期在俄邊境地區活動的 北約電子偵察部隊 可能已經掌握了俄軍防空雷達的探測漏洞 並為烏軍無人機制定了詳細的路徑規劃 可以從俄軍的防空網絡的間隙 乘虛而入 也可能北約暗中利用電子戰干擾了俄軍的雷達 由於美國商業衛星公司的廣泛介入俄軍的行動 在大量低軌遙感衛星星座的規探之下 其實很難保問 而俄軍對此毫無應對之賊 甚至在商業衛星已經拍攝到俄空天軍 在大規模集結巡航導彈和戰略轟炸機 而且在警告大規模的攻擊在職的時候 俄軍仍然完全沒有調整到作戰計劃 似乎過於拓大了 謝謝Anthony 立法會三讀通過條例草案 落實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安室將設於香港 並計劃在明年起開展和組織 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的談判和相關籌備工作 律政司司長林定閣表示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將為國際爭議提供友好 靈活經濟高效的調解服務 並鞏固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 江耀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江耀中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和爭議 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 由政務司副司長蔡永卿領導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 8月中開展打擊全港衛生黑點 截至本月初 部門已經加強清理超過650個衛生黑點 以及清潔超過3700個公共地方 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提到 打擊衛生黑點工作進展良好 各區清潔已經見提升 屋嶼署今年拆除或收超過1700個危險或棄置招牌 工作組也成功處理多過困擾市民多年的環境衛生個案 包括位於長沙環道和鴨寮街之間 堆積滿雜物俗稱蛇行的後行 文件指出 10月開始食環署和警方在全港各區 採取近275次聯合執法行動 清除違法擺放的阻階貨物 握指商舖佔用公眾地方不法行為 店舖阻階情況在多區已經顯著改善 工作組已經訂立多項工作指標 包括在明年底前 消除約600個環境衛生黑點至少要達到75% 並將鼠患主要黑點數目至少減半 上月在南韓仁川舉行的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 香港對南韓的決賽發生播錯歌事件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 本港警方仍在調查事件有否涉及違反國歌條例 國旗及國徽條例或其他香港法律 楊潤雄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 特區政府完全不能接受這次事件 而亞洲籃球總會已經對事件負上責任 並承諾確保同類錯誤不再發生 按照現時掌握資料 政府暫時未看到涉及政治原因或不良動機 在立法會大會上有議員就本港招攬外地人才 提出口頭質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楊潤雄說 本港面對人力短缺 涉及各項各業和不同技術層面 人才需求大 當局會對策略性產業 提供包括財政誘因等措施吸引人才 但不會考慮為所有來港發展的人才 都提供財政誘因或住房補貼 孫玉涵說當局在制定招攬人才計劃的時候 有參考鄰近地區的措施和手段 但強調不宜照搬來香港 認為要結合本港的情況及本港獨有的優勢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近年不少涉及嚴重罪行 和思想激進人士收納到懲教院所 懲教署有推出計劃令他們認識國民教育 《基本法》和《國安法》等 他形容成效理想 能強化在囚人士的守法意識 他們大部分人對以往的違法行為深感懊悔 五名男女涉嫌在2019年10月破壞屯門少康西鐵站和輕鐵站被捕 其中兩名被告早前已承認暴動罪 其餘三名被告今天早上也在區域法院被裁定暴動罪成 三名被告分別是18歲的男學生 33歲的電訊銷售員和22歲女學生 法官李慶年判刑時指出 三名被告當時在暴動核心範圍附近出現 不可能是路經此地 反問若是無辜路人為何會佩戴和管有示威裝備 戴口罩和面巾 並跟隨黑衣人逃跑 認為他們明顯是有備而來參與暴動 因此裁定三人暴動罪成 今日的每日資點新聞講到此為止